現在又再玩吧,這次玩一下Services 基本上Kubernetes 都是這樣 想想就知道,有幾百多隻Pops 在這裡走來走去 你根本就不知道放在哪裡都不知道,哪部機你又不知道 在機內的Port,即是Port Number 你又不知道什麼你都不知道 所以其實你需要有一個理論上有一個Router 通常我們就有一個App Trap 了它,就做一個服務,然後你叫服務 就幫你好像Low Balancing 寫在不同後面的Back End 這個其實就叫Service 這次在OpenShip 裡面玩吧,第一件事我們要做的,當然是 Enable 回到這裡 Leap,OpenShip 開始了 然後呢,就逐一件事看,就溫一溫的Conflict 看看它 OK,這樣就調進去吧 其實Conflict 我想都是設定環境變數 我試一下Cat來看,我也想看看它是怎樣 之前一直都去Run,沒有看過,看看這個file 對啦,幫我們設定環境變數 例如你的username 你的password 那些東西 結合我就是在用這個帳戶 OK,那不要理 那繼續啦 那接著就 在這兩行command,你知道又要 又要撿撿它,貼不到下去 那你見到就是Log In 回到你的OpenShip 剛才你見到我Cat出來看的就是這些 就是幫你交購這些東西 但是,你別管我寫什麼,那些Hash OK Log In 了 那接著呢 CREATE 一個新的project 它有一個project 包住所有東西 開一個project 開完project之後呢 就加一些apps進去吧 我現在做HELLOWELL HELLOWELL 這裡你見到的側角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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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這個應該 這個不是的 這個不是的 那你就按個application 然後就指著那個Docker Image HELLOWELL PHP Server 那個名字叫HELLOWELL PHP 那這個記得是Custard,即是PROPSMAN那些是Local的 你這樣走就在Custard那裡走 那這個Custard那裡就起了個 Red Hat Base Image 那在走 那接著應該就放PORT 不是,先看看PROPS 那麼 畫W就看多些Feel的,不畫W就看少一點 應該沒有記錄 那看到在這裡,就走一隻 Running 13秒之前起到 然後就看看 它的Log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 簡單來說可以假裝看Custard OK 這裡應該要 Custard C 因為這裡咬住了 對,這裡要Custard C 這裡要Custard C,記住 那麼 那麼 其實咬住,你這樣叫它咬住不停的嘛 那你走吧 那就 欸,慢著,因為那個PROPS我們不同名字 你記住,因為我剛剛也想著說 你每次開那個NAMM都不同的嘛 對不對 那這些你不同的 所以這裡要CUTFIRE 就CAPY 然後這裡就要 FET回去 充滿了 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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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然後貼回去 Ctrl V 哎呀,Ctrl V不行的 因為你Ctrl V就是 Buffer 因為這裡上面有按鈕的 如果你想 你貼到就要按走它 不過剛才就懶了 那麼就威脅了 Paste 這樣 那看到了,看到Log就說 有個 嘟嘟嘟 有User有嘟嘟嘟嘟 那我不要理他 那我可以Ctrl C,知道有Log先 看一看 那看見到它在 在溫中 又看到它的Log 接著就 Discrip 一下這個 Service 叫做PHP Hello Well 那 應該呢 看看其實在哪裏起的 那其實我一直這樣叫 Lewer Application 好像在App 應該有一個Service在底下 Discrip the Surface PHP Hello Well 那你就看一看 PHP Hello Well Name Name Space Default的Name Space Label Apps 如此類的 有IP 然後Port 看到它 這個Endpoint 其實我不知道它怎樣玩 你看到這些Information 其實IP Address 和Name Space 可能不同 因為肯定啦 你無機不同 但是Name Space 都要看你可以選擇 Name Space 我們的Name Space 是越次都要 Cold Spin Brow 好,那接著再看吧 其實就 Explose 即是放我出街 其實它是CREATE PROPS 所以它已經幫你起碼 這些就是它 和你DEFAULT KUBERNATI有什麼不同 其實KUBERNATI你CREATE PROPS 是沒有Service 但是它就是這樣 剛才你一旦開啟的 Openscript 它就會 然後你再 Descript多一次 即是同一個Command Descript多一次 你就變成 剛才還未完成之前 你沒有什麼看的 但是如果今次 Descript多一次 就 也不是那麼長短 但其實應該這裡 就會見到 有些不同了 8080 8080 這裡應該不同了 可以去CREATE PROPS 其實因為Local有一個DNS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名字 可以看回 就是這裡 不是這裡 看看 應該有DNS HOST 這裡有點奇怪 這裡有趣的 Service 才有名字 不要理會了 就要CUT下去 我玩一下這個 因為它是Rule來的 Rule是這樣配合的 即是 你的User名字 然後條Round 然後Domain 就是這樣 好 貼上去 應該可以CREATE的服務 應該是這個來的 大家看到嗎 這裡是這個 這裡是DAD PROPS 這裡是LAMM SPACE 嗯 叫一下 叫一下 叫到了 但這個呢 就應該 我很早之前不是CAT過的嗎 CAT來看一次 CAT回來看一次 大家看到了 這個就是WedHat Developer User 就是這個 COVID-Rule COVID-Rule 就是這裡啦 接著就WedHat Wildcast Domain 就這節啦 是嗎 所以上面這節App 其實是這個來的 就是這個來的 就是可以做實驗的 就是我們可以 剪一下它出來 CAT來看一次 CAT來看看 CURL 捷不停 因為慣了狂造事 鐵站就這樣 不要理會 不要理會 唉 夠這樣 狂造事 把它搞掉 先選擇 先選擇 直到這個 Domain 其實他敢拚的就是這個 Requested Host 其實他先幫我們弄好DNS 因為他在WedHat那邊幫我們弄好 OK,繼續看 如果玩完,其實你會刪除 刪除了Round 選擇 選擇 選擇HallowWellDeleteRound 然後再看 呃... 那這次就是 轉過一個 轉過一個 也是X-Pro 不過這次X-Pro的名字就是 拼了XYZ Z 按鈕來 Name XYZ 看到嗎? 嘟嘟嘟 好 接著的DNS的Round 我們只看一條 就變成Name 這裡 這裡變成這樣 不過最重點是 它能否挖到看那個Label 就變成了 不過看它好像沒有Set 那再做實驗 先Cool一下 其實也會做到的 其實只做一條而已 一樣 即是剛才我說 即是它這條而已 其實這個應該是GIN的DNS 即是你這樣做,然後Enter 即是它可以 這樣也可以 這個應該是GIN的DNS 我先Copy 即是我離開Console 玩一下 幫它放Frogs 在混合 哎呀呀 哎呀 Pace and Go 一樣可以 所以其實 我沒有辦法吸引出來 其實真的這個 如果你平日 你沒有用Cloud 如果你用Cloud 其實這些就是Low Balancer 通常這些DNS 就是Map 用Low Balancer 但OpenShip 其實就是Red Hat 在這個世界 即是他們的DNS 就是他們的DNS 就幫你製造一條Wild 然後出到街上 但是你勒心水清 就知道 因為這些VM可能在你公司 這些VM可能在其他Cloud 裡面 其實它有第二套 Dominion System 可以出到街上 那麼 都可以 有趣的 好啦 那最後就結束了 這裡 完成了 這樣 好 那就結束了